只要你能在这个房间里待下去 每天都能得到一万美元 如果你待不住受不了 可以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结束挑战 是不是看上去特别容易 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有 能打台球能打篮球 有舒服的按摩椅 还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 有张巨舒服的大床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 是个人都能完成 但是别着急 挑战是有难度的 每天主办方都会送来一万美金 但是有个条件 必须从这个房间里拿走一样东西 而且每天只给你10秒钟的时间 第一天挑战者有些慌乱 到底应该让拿走什么东西呢 没有留给他考虑的时间 只把屋里的冰淇淋机让人拿走 搬走冰淇淋机后 这个房间里总共还有24件物品能放弃 也就是说只要合理的规划 最少能在这里待24天 赚24万美元 挑战者打算把所有能先送出去东西 做了一个清晰的规划 第二次的一万美元送到 他把灭火器送了出去 第三次他把装饰花坛送走 但如果这样下去挑战 还是没有任何难度 第四次送来一万美元的同时 挑战也升级了 除了必须要拿出的一样东西外 如果让旁边的人再多拿走一件 就多给5000美元 只给挑战者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也许是一个人待得太久 这位挑战者的脑子有点问题 居然痛快地答应了 又被从房间里多拿走一件物品 如果他仔细想想就会明白 人到明天这一样物品就可以换到一万美元 接下来的几天 他把房间里没用的东西全部送了出去 有意思的是 主办方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彩蛋 他经常抱着在吉他里 藏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 如果他送出去就会损失10万 但一直到11天 挑战者都没送出去吉他 还在墙上算着他现在拥有的资产 第12天 他把原作扔了出去 第13天 主办方又准备了特别节目 如果挑战者选择见女朋友 当天就少拿5000美元 但是只能待10分钟 谁也没想到这货 居然选择见女朋友 这一定不是正常人的脑回路 傻女朋友只5000美元 而且只能待10分钟 我女朋友要知道 我花5000美元见她 推会给我打折 而他接下来的神操作 更加验证了他惊人的脑回路 他居然大方的给了主办方 2万美元 让他们去帮忙买一个钻戒 因为他要在从这里出去的时候 第一时间向女朋友求婚 好吧 可能我太肤浅了 理解不了老外这种爱情 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钻戒 从这之后 他天天看着钻戒 开始了茶饭不思的生活 他说现在只想赶快冲出去求婚 理解不了 实在理解不了 他现在赚了16万美金 屋里还剩9件东西 规划好的话还能待9天 如果稍稍出错 他可能这辈子 再也找不到这么赚钱的事了 接下来他送走了跑步机 可能是老外比较向往自由吧 没了跑步机之后 突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为了不让他出问题 还让医生给他做了身体检查 第21天 他似乎进入了疯狂的状态 把钱洒的满地都是 然后把娱乐设施篮球架也放弃了 现在他只剩下了吉他和一张床 别忘了吉他里还有10万美元的支票 如果放弃了就会少这10万美元 他在考虑到底是牺牲睡眠 还是牺牲仅有的一件娱乐设施呢 好在这位大哥会弹吉他 要不以他的脑回路 肯定第一天就把吉他送出去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哥犯病了 他疯了一样的砸吉他 把吉他砸得粉碎支票票到了地上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惊喜 拿到这10万第一件事就是结束挑战 我很好奇大哥你这么着急吗 再多待一天不是还能多挣1万美元吗 最终挑战在一个浪漫的求婚中结束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可能我真的有点太爱钱了 谢谢大家